那么接着呢 第28章 女人五肉 这个女人何名五肉 一肉不能为生主 以往都是这样的 要把你嫁给谁你就要听话 生的主人都没有办法自己主宰 可是现在啊 这个大概我们不同意了 可以自己做自己主人 那二肉不能为家主 这个也不同意了 因为现在很多单亲的 也都有女人自己当家主 三肉不能为人主 人啊 就是小孩子啊 不能自己要他跟谁 这个我们也一样 现在也都不同了 这个世代的变化 环境啊 都不一样 那么世肉啊 不能为物主 这个更容易否定他 东西是我的 物啊 就是东西啊 东西是我的 现在啊 里面也一样 有那个自主权 那么五肉啊 不能为圣主 这个啊 我们就是了解到 这个是在现象来说啦 你修正到回归佛本会啊 那个就圣主了啊 所以啊 也不能以现象来论 那么这,我们就成功了 那我们明镜子 我们就跟这种旅行 走吧 大家感谢 变成功了 那麼…